A股暴涨之下 那么影响后市的走势 有哪六大因素 当然我们是笼统的跟大家谈一下 至于说数据啊 它的这个曲线呀 这个增长幅度呀 前面也介绍了 朋友们呢 在各种软件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呢 你很容易找得到这些数据 我就不多说了 总的来说呢 涨势喜人 A股暴涨 对吧 那么我们就要和大家谈的一个话题 就是呢 后面一段时间 它走势会怎么样 这个呢 我觉得很多人也很关心 对吧 那么我们呢 提供一些意见 给大家做参考 主要呢 是六个角度 对吧 毕竟呢 现在的A股呢 最近一段时间 已经上涨了20%了 这个涨幅呢 已经其实挺高了 对吧 那么整个市场的情绪呢 得到了非常大的提振 那我们都知道 很多事情呢 对吧 涨上去了 很多的这个早期的 被套牢的散户也好 机构也好 它怎么样呀 它一定要离场 叫做获利了结 那么是不是20%的涨幅 就已经实现了涨幅满足呢 这个问题的确也很关键 那么至于说后市的走势呢 我们这为我们呢 总结了六点 第一点呢 还是政策 其实中国无论是房地产 还是股市啊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就是政策 我们说这个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 这个话说的呢 真是一点都不错 中国人呢 把政治经济学呢 是玩得炉火纯青 其实中国的房市 又何尝不是政策市呢 同一的朋友在评论区扣个一 何尝不是政策市呢 所以呢 政策 是否会持续的发力 延续前面的话题呢 其实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 如果我们发现 央妈后续的弹药不足 火力不猛 对吧 这个无法提供更多的 火力弹药的支持呢 那这个事啊 基本上也就 这个无法持续 那么如果说火力可以持续 弹药充足 这个只要有人敢抛 他就敢接盘 那这个我跟你讲 还有得完呢 这就基本上会形成一个 大牛的一个大前提 国家对于金融市场的支持力度 现在是不断的加大 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 降准降息 降存量房贷的利息 这些举措呢 都是市场呼吁已久的 而且呢 这一次互换便利的这种操作呢 也是超市场预期的 我想呢 这个包括现在的央行的行长 潘公盛 也是被他的一些政策举措呢 也是被大家赞扬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证监会所发布的各项 资本市场的改革措施 非常关键 对吧 那么这些呢 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的发展呢 都释放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 所以说 从政策层面来说呢 他没有任何理由 在现在 对吧 成功了一半的情况之下呢 马上就松手 这个后续火力不足 就会怎么样呀 前功尽弃 所以 无论怎么样 必须顶上去 千万不能够前功尽弃 必须这一轮把它给压得死死的 所以 从 这个政策角度来说的话 没有任何理由 和可能性退缩 所以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政策因素呢 在这一环节当中呢 我认为 是非常的稳健 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当然就是它的 经济复苏的力道 对吧 那这里面的 这个统计数据啊 还有各方面的考察指标呢 就比较多了 消费者意愿呀 消费者消费规模呀 消费的这个 比如说 这个科单价呀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有很多 那么当然 消费的最大众的商品 肯定是房子 所以房地产市场 随着我们看到 广州是全面取消限购 深圳和上海的限购的 这个 这个这个放松的力度呢 也非常的大 包括北京方面 对吧 也取消了一套房 二套房的区别 反正 就是松绑 松绑再松绑 包括呢 对于房地产企业的 白名单的制度 也是给予放松 很多的企业呢 都能够进入到 这个贷款市场 拿到更多的资金 可以渡过难关 所以在香港的 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 这个股市的表现 特别是很多 房地产企业的表现呢 相当的惊人 都60% 70%的增长 这个相当吓人 原因很简单 因为之前有一些 小型房企呢 已经被判的怎么样呀 叫做打入死牢 就基本上等死的节奏 对吧 没有办法 房子卖不出去 想借钱 度过难关 也三条红线 也借不到钱 所以呢 之前的政策呢 就使得香港 在香港上市的众多 中国的中小型房企呢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有巨大的挑战 但是这几天 通通活过来了 通通活过来了 那么活过来的原因 也很简单了 就是这个政策的实施 那么房地产的 这种松绑 还有呢 就是三条红线的收缩 还有呢 这个我们所说的白名单 就会有更多的房企 能够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 获得融资 度过难关 再加上最近的买气呢 也会有所提升 国庆节期间 国庆节期间 一定能够看到 各个售楼处 有非常多的人群 这个是一定能看到的 这个所有的东西啊 它都是一个周期 它不可能永远的下降 房地产很多地方 已经下跌了50% 对吧 你再怎么说 你房子是钢筋水泥盖起来的 你说它真的会变成白菜家吗 对不对 一块钱一套房 可能吗 绝无可能啊 所以现在的 我们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啊 开始这个月月欲试 我看到有些博主的啊 他们他们平时就是啊 就是三农的一些博主啊 现在呢 也开始准备去看房啊 考虑到孩子读书呀 反正各种 那么这是政策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复苏 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房地 从房地产到消费意愿啊 消费能力啊 这个减少房贷的利率呢 也能够为老百姓呢 节省一些成本啊 每年省下来的钱呢 可能会用于消费 所以市场普遍的预期认为呢 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的落地呢 国内的经济的确有希望 逐步的逐步的复苏 这也将为股市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 另外一方面 美国降息缓解了 中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压力 改善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预期 啊这里面呢 大家可能不管理不理解 反正呢 总归一点 美国降息 本来如果美国不降息的话 那么中国做非常大的这个动作呢 可能会对人民币的啊 这个币值呢 产生压力 但是美元降息之后呢 很清楚的 人民币已经从7.3 升值突破了7的关卡 啊 我们看到最新的预测呢 人民币会上看到6.8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坚挺的人民币的汇率呢 就能够为中国的央行的政策空间呢 提供更大的便利性啊 未来的会推出的刺激政策呢 也就更多 效果呢 也就会更好 那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第三个呢 就是市场的估值了 其实讲白了 讲来讲去啊 买东西 一个看行情啊 一个看政策 还有一个看价格 对吧 所谓的市场的估值 无非就是 你卖的你卖的便宜了吗 就有人买 对吧 这个不就是市场的估值吗 所以目前整体的这个A股市场的估值呢 虽然你这段时间上涨了近20%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它依旧处在历史的较低水平啊 我们只要随便打开一些股票的这个 它的曲线图 你就能够看得到 反正这几年 这个股民们呢 日子是不好过啊 搞得是比较凄惨 但是不管怎样吧 好处就在于 如果你守住了 就意味着呢 你是在低位的时候 触底反弹嘛 万物皆周期 它总归会回到一个正常的水位 这个呢 是可以确定无疑的啊 确定无疑的 所以我们前面 我们这里讲到的市场的估值情况呢 那么现在较低水位的A股的估值呢 为进一步的上涨呢 提供了空间啊 就像为什么像谷歌公司啊 苹果公司啊 对吧 你看这个英伟达啊 还有台积电 想要涨股价想要往上涨 难度非常的大 为什么呀 它已经非常高了啊 这个这个 它的这个股票的价格呢 已经非常贵了啊 这个时候呢 它公司都是好公司啊 的确盈利啊 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它的这个估值呢 也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呢 它的水位太高啊 你进去呢 一不小心就成什么呀 接盘侠了 所以A股目前一个好的消息 包括港股在内 它最好的消息就是 它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位 就为进一步的上涨呢 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空间 那么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 短期之内市场的涨幅较大 可能面临一定的回调压力 这个呢 属于正常的 对吧 比如说有的人啊 之前呢 被套牢了啊 这个跌了 亏了百分之十几 他现在涨了百分之二十 对吧 他觉得我赚了几个点 我呢 这个心有余悸 害怕了 不完了 赚几个点 收摊子 结束 对吧 有这种 这很正常 对吧 这个获利了结 这个不完了 这种情况呢 也很正常 也很常见 那么在短期之内呢 有回调的压力 但是就看大家如何评估后续的走势 那如果说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对于宏观的政策认为能够持续发力的话呢 那你其实不用去在乎这短期的摩擦 短期的一些回调 对吧 那反正你就死死的拿住 如果说你的这个风险偏好没有那么的高 那你就想着稳健 稳健投资 那你有几个点的收益呢 也不错 看你的规模 对吧 看你承受风险的能力 这个呢 也没有什么一个定数 但总的来说呢 目前的情况来看 A股呢 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位 那第四点呢 就是资金的流向了 市场的资金流向呢 也会影响后续的行情的走势 现如今的状况就是 市场上比较活跃的资金呢 资金呢 是比较活跃的 那么整个的成交量呢 也是不断的放大 那么这个呢 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啊 整个的投资者呢 对于参与投资的这个热情呢 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活跃 今天的这个A股呢 是成交了 应该是两两点四万亿人民币 创下了历史新高 超过了2015年 这个成交的额度呢 非常惊人啊 所以听大家对于后续的走势呢 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么投资者的这种热情本身 并不仅仅是大陆的 本土的投资者 香港本地的投资者 还包括国际资本 所以为什么香港的恒生指数 尤其是香港的恒生科技股 会早于大陆的A股 一两个星期就发动 原因呢就是资金布局 对吧 先要把资金调度 提前布局 那么港股呢 由于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联动呢 可以说是实时的 所以他在第一时间 他就做好这个布局 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状况 资金流呢 其实对于市场的情绪 和政策变化的影响呢 也是相互互动的 是相互之间 这个正向循环 相互促进的一个关系吧 那么政策有效 就会进一步的释放 政策红利 对吧 如果政策没效果的话 那肯定呢就会 政策方面呢 就会考虑调整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包括像欧洲的 美国的资金 尤其像中东地区的对吧 像这个沙特啊 迪拜啊 这都是这个头顶一块布 全球我最富 反正他们的这个主权基金也很多 那么对于香港股市的投资 像包括中国大陆本土的科技企业的投资呢 也是不予一力的啊 甚至我看到了最近 在台湾的一些这个投资人呢 他们也在投资大陆的ETF 通过台湾的一些交易平台 这个呢也成为一个 反正大家也不用装逼 对吧 你这个挣钱嘛 就不要扯其他的啊 反正就是看到了赚钱的机会 就赶紧杀进来啊 这个也是比较符合人性 那第五点呢 还要谈到的就是国际环境了 那国际环境的稳定性 对A股市场呢 也有一定的影响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 国际贸易的关系 这些因素呢 对市场的影响呢 那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啊 包括呢 为什么这一轮的 中国的这个大放水 央行的动作 央妈的动作 是这个时候发动 是吧 力度为什么这么大 为什么敢于这样的发动 而且这样的大放水 力度这么大的情况下 为什么人民币 还是如此兼体 人民币对美元呢 还是处在一个 比较强势的地位 那么从7.3 直接升破7 上看6.8的关卡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核心因素就是 美联储结束了 过去四年的 升息的周期 那么美元降息呢 就带来了一个趋势性的变化 所以啊 这次是一个 这个方向性的扭转 方向性的扭转 非常非常的重要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国际贸易关系 这些因素呢 影响都比较大 很多的外贸企业 像我有些朋友呢 做外贸的 他们之前呢 卖到 把东西卖到国外去 其实中国的出口是不错的啊 三家马车 出口 投资 内需 消费 对吧 那么出口这一块呢 中国一直表现是不错 中国是140个国家的 最大贸易伙伴啊 这个呢 因此效果方面呢 也是可想而知 那么我们看到 很多的出口型企业呢 出口之后 他们有海外的收款账户 那么收到了 比如说美元 欧元等等呢 他们就停留在账户之中 通常呢 会换为美元 用美元交易 换为美元之后呢 他就干脆在海外投资美元 因为 因为美元升值嘛 对吧 而且美元的 这个美联储的利息呢 也比较高啊 你放在那里 什么都不干 一年呢 就有五点几的收益 这个呢 肯定是非常的诱人的 对吧 所以呢 现如今美元降息 美联储降息呢 就会怎么样呀 带来整个局势的反转 那么很多的资金呢 就会换成人民币 原因呢 是人民币升值了 人民币升值了 那么大家呢 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 货币的这个买卖关系 货币的这个兑换关系呢 从中能够得到一些收益吧 那相当于就是在炒外汇的概念 好了 这个呢 是国际贸易还有就是美联储接下来的动作啊 会在其中起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啊 大的概率呢 还是一个这个进一步下降的一个趋势 总总的来讲呢 降息通道打开之后呢 他会持续的呃按照这样的节奏啊 那么后续的话可能还是50个几点啊 从这个4.75到5下降到4.5到这个4.75对吧 啊 我们说到年底之前12月份再来50个几点的下调啊 这个呢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有第六点呢 就是我们为大家总结的就是投资者的情绪了 现在整个市场的情绪的波动呢 对股市的影响比较大 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自媒体 对吧 我们看到在抖音上面啊 股市连续上涨 对吧 乐观情绪迅速在抖音平台上蔓延开来啊 很多人呢 这个很多投资人呢 就嗨了 对吧 直接就嗨起来了 那么嗨起来之后 我们看到最新的状况 就是呢 他们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群 各种各样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介绍呀 预测呀 那你在抖音里面可火热了啊 大家这个观看的人也很多 现在社交媒体的发达 就使得各种消息呢 在第一时间会传递出去 而且现在社交媒体的消息和传统媒体的消息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交媒体的消息是自在情绪的 自在情绪的 因此这种情绪的正向波动呢 它的效应呢 正在被凸显出来 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市场 在投资市场当中 所传达出来的乐观情绪呢 正在泛滥 前几天我一个朋友 还是比较远在老家 打电话给我 让我给他推荐个股 我说那你账户开了没 他说还没有 我当时心想 你账户都没开 看来没操作过 对吧 你这就推荐个股 这肯定不能推荐呀 这个太危险了 对吧 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买个股 对不对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 这个个股的中爱者 我呢一般会买一些ETF 买一些指数 我觉得呢比较简单 这个东西呢 我对投资呢 是比较的慎重 就是说敬畏投资 敬畏市场 你一旦不尊重它 你可能就要栽跟头 吃苦头 对吧 所以呢 我就 我就是说 你要买呢 买一些指数 因为你再怎么波动 指数呢 你不可能出现 非常剧烈的这个亏损 这种情况下 可能性比较大 比较小 除非进入牛市的时候 突然之间崩盘 这种情况 这个我想呢 至少到目前为止吧 这种情况 可能性还比较小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整个市场的情绪呢 还是比较的高涨 如果市场创新 创入 创年内的新高之后呢 往往再往上走的话呢 那么整个的抛盘的压力呢 可能就比较大 至于说满足点在什么位置呢 那么这一轮谁都说不好 只不过呢 我们通过每一天的交易 它的交易数据 它的盘后分析呢 能够来预测 第二天的大概走势 如果能有个七七八八的判断呢 就了不起了 对吧 你说接下来 什么多少点位 跟算命一样 这个呢 我觉得是 没有无法做到的 无法做到的 如果谁告诉你 他能做到呢 那肯定是 骗你加会员的 要么骗你买他课程的 那个不太现实 OK 反正中上所述吧 我们看到了 虽然短期之内 A股市场呢 可能由于涨得太高了 面临着一定的回调的压力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 整个市场呢 有望在政策的支持 还有整个的这个 经济的复苏 这些双重作用之下呢 继续保持着 震荡上行的这个格局 投资者呢 要保持理性 关注市场的动态 合理的进行资产的配置 反正呢 如果你不是一个 风险偏好型的 就不要盲目的追高 毕竟投资有风险嘛 对吧 那么我们呢 做一些分析 也只是给各位朋友呢 做一点投资决策的参考而用 感谢观看